Hello姐妹们我是Jacky 今天的视频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优衣库这一次春夏和U系列的联名 我个人呢已经期待了非常非常久了 因为真的就是已经看了好多lookbook 看了好多人的试穿 自己种草了好多单品 那这次的联名呢 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工装风 这两年工装风真的是流行到一个不行 感觉大家出去露营也好 徒步也好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整个工装风机能性的那些衣服 对大家来说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色调都是相一致的 一整套的穿搭优衣库做到了极致 不对应该说是U系列做到了极致 那今年U系列呢 还是有做了他自己非常特别的一个调色 就只是专属于Lamere的调色 你看他所有的衣服都没有做任何的花纹 都是只是一个颜色 但是他就是可以调出其他人调不出的颜色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他的无性别穿搭 他所出的那些衣服呢 大部分都是可以男女共穿的 因为我经常买U系列的男装来穿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U系列的男装做的比女装更优秀 那这次的优衣库的上线时间呢 是中国呢它是在3月8号就上了 但在北美呢要等到3月14号再上 不过也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别人买来上身穿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和你预期的差不多 如果效果好的话你就可以入手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单品吧 那我们先从女装开始 女装呢它是出了三个外套 两个短款一个长款 现在说第一件的短款外套 它的这件衣服呢非常的不脱 它就是一个上装 然后它卡在的位置呢就可以显得你的腿非常的长 在它的下摆的部分做了一个抽绳的设计 这个抽绳的设计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展现出你的比例 它那个领子呢是可以翻上来 然后扣住当做一个立领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机能性的一个设计 另外呢就加了一个口袋 整体的面料呢用的就是100%的棉 而且这件衣服呢有很多人强推 穿上了之后呢都会评价说比放在那儿也好看 可能它穿完之后呢给你整个人的身体的比例啊 感觉会非常的好 然后是第二件的夹克 它是一个扭扣的夹克 这件衣服呢就比较难驾驭了 我整体看了一下这一次三件外套 就这一件最难穿 从模特图来看我个人感觉呢 黑色还相对来说比较好驾驭 它这个衣服是非常适合那种气质 清新寡欲的人来穿 你才能穿出那个感觉 这件衣服我是完全hold不住的 所以我会直接的跳过 那第三件呢是一个连帽的长风衣 这件衣服呢是我这三件里面最最重草的一件 我很喜欢这件衣服的设计 一个呢就是它的背后的帽子的设计 因为像这种长风衣设计成有帽子的呢 不太多 还有呢就是它两边的口袋 是做了非常长的一条口袋 再来呢它在身后的地方 背后在腰部的地方又有抽绳的设计 另外呢我看它的模特图 感觉它的下摆呢也是有抽绳 可以把它整个变成一个灯笼状的 所以它是又有机能性又有一点设计感的一件风衣 它的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和卡其色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都是平时生活当中可以穿到的 我个人最重草的呢就是那个黑色的 我真的觉得穿着非常的酷 然后一个品类呢是它的sweather和cardigan 这两件呢我觉得不是说特别一定要入手 反正我个人看了之后呢是有它U系列的风格 但是好像和之前的呢是有一点重样的 没有到非常的特别 那我就会跳过 然后呢是它的衬衫 这次出了三个衬衫 那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它的那一件降落伞衬衫 我觉得和它的接着我会说到的裙子配成一套 非常的好看 这一件衣服呢也是它以前没有过的设计 模特图上面呢配了它同色系的一条裤子 我也觉得非常好 它出了白色灰色和一个棕色 好像很多人都推它的这个棕色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那个07号gray 就是那个灰色的那一件 这也是以往U系列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再来呢就是两件衬衫 一件长袖和一件短袖 那这件长袖的衬衫呢 我觉得也没有很特别很亮眼的地方 然后呢就是它的那一件短袖的衬衫 看到别人穿了觉得上身之后会显得非常的臃肿 所以我也不是说特别的推荐 然后呢它出了四件T恤 我们先来看短袖的吧 短袖呢它是用了不同的面料出了三件 那这三件面料不同的T恤呢 稍微是有设计上的一点点的区别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正肩的棉的T恤 这个呢其实是优衣库的一个基本款 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说加入了今年U系列新的颜色 紫色啊和这一次出的那个蓝色 如果你正需要的话你就可以买 如果你是冲着U系列去的话呢 这一件也不是特别需要买 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长绒棉的短袖T恤 那这件短袖T恤的袖子呢会比刚才那一件正肩T恤要长一点 然后呢它的圆领呢开的稍微大一点 那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件衣服的版型上面看起来会更特别一点 对它用的棉呢也是长绒棉 所以它的价格呢也是贵了稍微贵了一点 这两件T恤呢其实如果你要做内大的话你都可以考虑 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更喜欢这件长绒棉的一个设计 那它的袖子呢虽然长一点 但是我平时穿T恤的时候会把那个袖子的边边卷起来 那这件就刚好可以卷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长度 还有一件短袖T恤呢是Aerism的 就是它夏季的那个布料的一个T恤 那这件T恤就不是我喜欢的一个长度了 那它这个款式呢就明显会把你的背变得很厚 所以呢这一件我就跳过了 再来是一件长袖的 它叫它是一个防晒服 也是这一次呼声最高的一件衣服 那我自己是喜欢的这一件 这一件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它虽然说是一件防晒服 但是它整个面料的质地呢是偏厚的 对它不是那种真的就是夏天 你可以穿出去当那个素干衣的 而且呢我看有那个博主讲的就很有道理 他说这么厚的面料 你换成什么衣服它都是防晒的了 对它其实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夏天穿出去的防晒服 但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内搭来看 那它的设计呢是有套纸的一个设计 以及呢它在袖子的部分和前胸的部分呢都是有做一些特别的褶皱 它有四个颜色一个深灰色一个米白色一个深棕色和一个绿色 那我个人觉得它的那个棕色是最好看的 好了上衣的部分呢就已经全介绍完了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裤装 那这一次的长裤呢它是出了四条 听说呢这四条长裤呢都是做的挺好的 第一条呢是一个降落伞裤 那这条裤子呢就是大家评价就是对身材的包容性非常的大 它的腰部呢其实用的是橡皮筋的设计 然后我感觉它那个长度呢有一点那种七分裤九分裤的长度 不是特别的长 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季的裤子 然后呢是一条高腰的直筒牛仔裤 相对来说这条裤子就会更挑身材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去年的时候买了U系列的那个直筒裤 它在你的胯部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对 我觉得是对大家身材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大家买这条裤子的时候一定要试好吃嘛 然后它的第三条长裤是一个swear pants 这条推荐的人就非常的多了 一个呢就是它的身材包容性更好 它在腰部的地方呢是做橡皮筋的 我觉得舒适性也是在那儿的 所以这条裤子呢相对来说受众更大一点 再来呢是一条踩脚的瑜伽裤 这条裤子呢就是可以和刚刚那一件长袖的上衣呢 是配成一整套的 如果大家想要做到这种温通的效果呢 就可以和那件长袖的上衣一起购入 然后呢我们来说它的一条裙子 下装的一条裙子 这条裙子呢它叫它降落伞裙 就是可以和刚才的那件降落伞衬衣配成一整套的 对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入那一整套的 感觉那个风格我非常的喜欢 这条裙子大家对它唯一的一个吐槽的点呢 就是说这条裙子的长度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人穿起来呢 它就是正好卡在它的小腿肚上 就是小腿最粗的那个位置 就会显得你的整个比例不太好 然后小腿又特别的粗 你穿这个降落伞裙呢 就本来就是不是为了突出你有多好的身材 只是你喜欢这种风格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冲这条裙子的 然后呢是它的两条连衣裙 其实U系列它每年都会出这样子的连衣裙 然后每年我都是不长草的 但是呢今年呢我就长草了 对第一条呢它是有一个三种穿法的一个连衣裙 它呢会在你的衣服的边上呢有一个类似于绑带吧 你可以绑在后面 可以绑在前面 也可以不绑 我看了好多人绑在后面 好像让我感觉就是还蛮好看的 而且它也是一条纯棉的裙子 反正买了这条裙子的人都挺推荐的 所以这条裙子呢我也很长草 它也不是说真的就像睡衣一样 就是你可以穿出门 你不需要换衣服 然后又可以当居家服 你带孩子出去吃个冰淇淋啊 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是去那个小区的公园玩一下 你就可以直接走了 所以其实它还是蛮实用的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条 第二条呢它也是一个棉织的裙子 那你看起来呢它好像是一条就是直筒裙 但是呢它其实在边上呢是两边是做了很多扣子的 是可以一直解到你的腋下的 你是可以把那个边上的扣子打开 然后里面配裤子来穿的 就是增加你一个穿搭的一个层次感 其实这个裙子我觉得也很适合 像我妈妈这样子的年纪来穿着的 因为她平时夏天在家里面很喜欢穿这种裙子 而且她的面料也很好 是100%棉的 舒适度也非常的好 所以今年呢我就想要尝试一下 优衣库的这个连衣裙 可以然后呢我们来说配件 配件的话呢是男款和女款都是相同的 有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呢就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它这个帽子的价格也不算便宜吧 29.9美金 它那个包包呢其实每年也都会出 今年新出的呢就是一个双肩背包 它又可以当双肩包又可以当拎包 但整体来说呢这个包包我觉得还是比较普通一点 这款包包呢并不是特别的推荐 那个人感觉呢这个两个胯包呢也不是特别有新意 不像去年出的那个邮差包那么有新意 去那个邮差包我买了 买完之后我老公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吧 那个包就被偷了对然后现在也我也买不到了 那个邮差包我真的觉得做的挺好的 ok anyways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配件 就是它的这双鞋 它的这双凉鞋说实话我今年好像有一点想买 我还看到一个博主就说他很喜欢优衣库的这个凉鞋 它穿起来非常的舒适 好像这一点呢就比较打动我的 因为你买鞋到最后你就是要穿它舒服嘛 对吧而且像今年那么多的公装去搭配的话 这个鞋就变得合理了 它那个设计呢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有点像博肯鞋一样有那样的两条 然后呢三个颜色呢其实都还不错的 我觉得我可能会自己买一双 然后给我老公买一双 感觉这个就是夏天出去露营的时候穿会还蛮方便的 女装呢就已经全部说完了 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男装 这次的男装呢也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单品 那男装的外套呢它出了四件 那这四件里面呢有夹克风衣 然后也有一个背心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它叫哈林顿夹克 哇这个我太种草了 我已经看了好多人把这件衣服做的搭配 就很有老前锋 然后又有机能性 它这一次呢还出了一个紫色 它叫它香玉籽 然后呢我又看起来有点粉粉的感觉 如果你是一个冷白皮 粉白皮 你就冲这件衣服 你穿上肯定很好看 但是有人说这个衣服不太适合黄黑皮 如果你的肤色是偏黄的话 可能这件衣服穿的就是脏脏的 可以去店里试的话去试一下 我真的很种草这个颜色 不管你配什么 下面它好像配那种深灰色的衣服 也会特别的好看 配白色也会特别的好看 所以这个颜色挺绝的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件工装背心 这件工装背心就是我乍一看的时候 我就想说这衣服会有谁买 然后我在看第二眼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件衣服我要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真的就是有机能性 在它的口袋说一共有六个口袋 你出去露营和徒布的时候 它可以放那个水袋 也可以放你的那个喷雾 就是蚊虫的喷雾 放你的墨镜 反正就是可以放很多东西 因为它有很多的袋子 因为你去买那个运动品牌的那种 专门做户外运动品牌的这种背心呢 其实也很贵的 我觉得这个优衣库的性价比更高 但如果说你是要拿这件衣服来做搭配的话 我觉得除非你是很潮的潮人 那普通人它其实用不到的 然后呢是一个短款的连帽的夹克 这个短款的连帽的夹克呢 可能最吸引我的呢就是它的口袋 口袋非常的大 因为对男生来说还蛮实用的 很多男生其实是不用包包的 他们钱包钥匙什么都是放在口袋里的 像这种的话就会特别的适合他们 但总体来说这个价格呢是99.9美金 还算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等一等它的折扣 而且我觉得这个衣服呢 还有一点好了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穿它也很方便 你就可以把你的护照啊登机牌啊 就放在那个口袋里面 你就不需要每一次都从包里面去掏 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长风衣 它的这一款的长风衣呢 和女款是有差别的 它要比女款更加的轻薄 它呢是有帽子的 它的帽子呢是可以折到领子里面去的 就是和女款有不一样了 它的这个面量呢是一个非常薄的一个尼龙 虽然我不是非常明白 为什么要有一个那么薄的尼龙的风衣 它是可以挡雨吗 不然你要一件那么薄的风衣的用途是什么 真的夏天的话你也不需要一件风衣 你可能穿一件防晒服就好了 所以这一件衣服呢 我不知道它设计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一次的针织衫 那这三件衣服里面 第一件圆领的短袖针织衫 和它的那一件长袖的针织的开衫 我都没有特别的种草 最种草的呢就是它的这件Polo衫 我相信也有很多姐妹都已经种草的这件Polo衫了 因为它看起来有一点点正式又有一点休闲 它的设计呢我觉得是在它的袖子 它这个袖子是比普通的Polo衫 我觉得是要长很多的 它基本上已经是到你的手肘的这个位置了 穿起来呢就觉得还蛮有型的 就是有一点特别 那它一共出了四个颜色 这四个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我可能会买一个浅色买一个深色 然后呢就是到了衬衫的部分 它这次呢是出了四个衬衫 这四个衬衫我乍一看 乍一看就觉得还好 没有特别种草的衬衫 因为跟着优衣库的联名款买衬衫 已经给我老公买了好多衬衫了 这四件衬衫如果一定要选一件的呢 肯定是那个有两个口袋 大口袋在胸前的那件衬衫 是这四件里面最最特别的 而且里面那件68号blue那个颜色 我还蛮喜欢的 感觉又有一点偏灰 又有一点偏黑 反正我觉得这个颜色是调的 我没有见过 所以这一件是最种草的 其他几件呢就没有特别的吸引我 然后呢是它的T恤 那它这一次的T恤呢出了好多件啊 出了四个短袖 一个背心和一个长袖 除了那个背心之外 我觉得其他几件在优衫库的 那个普通款里面都是有看到的 可能就是U系列 它加了它自己最专属的一个颜色在里面 以至于它和其他的有一些不同 就是这些T恤如果说你是有需要的话 不管是短袖长袖 如果你是有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买 但是你要说它你一定要买U系列的吧 也就不一定 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优衣库这一次男装的裤装 如果你觉得女装那种直筒的牛仔裤 对你来说胯部太小的话 你其实可以往男装去看一下 它这一次又出了它的那个宽腿的Chino pants 但这一次呢我可能就不买 因为秋冬的时候呢我已经买过了 如果你特别喜欢它的颜色的时候呢 你就再买 反正Chino pants就是很好穿 也是我去年推荐的U衣库最爱的单品里面出现过 它穿起来你会显得腿非常直非常瘦 然后呢就是它的五颜六色的牛仔裤 这条牛仔裤呢其实是和它的那个夹克是可以配成一套 如果女生喜欢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冲的 再来呢有它的两条短裤 这两条短裤其实我觉得做的蛮好的 一条呢是它的速干的短裤 就好夏天可以穿的短裤你们觉得吗 因为它那个面料呢就是属于夏天 你出汗的话它可以速干的 还有一条呢就是它的降落伞短裤 这条短裤也非常的重操 我觉得配它的那个马甲 那个机能马甲就太搭了 然后它也是出了四个颜色 这四个颜色就像我刚刚说的都可以选择 然后呢就是它 这应该是去年就有的那个降落伞裤 这条裤子呢是我自己买 就很好穿 它所有的颜色你都可以买 就是你恨不得要包色的那种 它的面料呢是薄的 是可以夏天穿的那种薄的 对如果大家喜欢那个降落伞裤的话 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买 因为它在腰部的部分呢是可以系袋子的 所以你不用害怕 它的腰部特别大 女生穿了不适合 其实也非常的适合 你也可以去配一整套来穿 好了 这就是今年的U系列春夏款的单品 我种草了挺多的 也有很多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买的 那大家觉得呢 U系列呢 它就是越来越做的有自己的特色了 就是它所谓的模块化的穿搭 就是你不管是上装还是下装 你随便拎它的系列的上下装一搭 你都可以搭成一套出门 其实还是很符合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节奏的 还有它所倡导的那个无性别的穿搭 里面好多的单品都是 只要你买到你自己适合的尺码 不管是男生款还是女生款 其实都可以穿 那最后呢就祝大家购物愉快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们下一支视频见吧 拜拜